歡迎收看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荷包 大家好 我是陳明君 台積電要挑戰五百元了 是因為他要去美國設廠了嗎 但是創辦人張忠謀其實不甘願 他在擔心什麼呢 昨天晚上富士康的鄭州場又暴動了 中國這次清零政策亂七八糟的 可能掀起比當年龍滑場親生事件 更大的風暴嗎 但風暴中心還在這幾個人上面 大S的前婆婆張嵐 跟這個汪曉飛現任女友張穎 輪番的發文直播開轟 大S這口氣 忍得下去嗎 馬上歡迎台北 首先歡迎的是萬寶頭副總監蔡明章 蔡總好 大家好 蔡菲醫師張正威 威姐好 明君好 大家好 這位媒體人許盛梅姐好 大家好 這位媒體人李嘉明 嘉明好 大家好 好 來看到這個最新的HITO訊息 到底那張床人在哪裡 是真的床還是假的床呢 昨天下午吧 S Hotel前面大批媒體聚集 因為在直播床墊的割毀秀 我們看一下 就一割下去不得了 怎麼這個床不是那張床呢 好 另外張嵐昨天也怒了發文 來心疼汪曉飛卻成了豬隊友媽 而且毛起來直播帶貨 還賣軟飯 這酸到爆 大S能夠忍得下去嗎 我先問一下盛梅姐 大家都在講那張床 千萬名床到底人在哪 那這張床到底是不是 昨天割的床是大S跟 汪曉飛曾經睡過的床呢 我都會暈了 絕對不是 昨天晚上5點半的這場 割床秀呢 所有人都萬眾矚目 想要看看這個 900多萬的床墊到底長怎麼樣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兩位壯丁 拿著刀子就直接給他切下去 你知道網路上 所有的網友在看這段直播的時候 底下寫什麼嗎 天啊 一路好走 好走 不送 結果你知道嗎 一刀割下去之後 馬上就有人反應過來了 那不是床墊界的勞斯萊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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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關鍵是什麼嗎 因為貧窮限制我們的想像 我們根本不知道那張床墊 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平常睡的 可能只是幾千塊的床墊 可是行家就說 那個割開之後呢 沒有馬尾毛 沒有馬尾毛 所以不是床墊界的勞斯萊斯 誰的床墊裡面有馬尾毛啊 那我們就回來看 昨天晚上那張床墊呢 預估它的價值大概是10萬左右 也不錯 也不便宜 但不是汪曉飛念資在資 一直要搭飛機來台灣 然後把它扛回去的那個 千萬床墊 好 為什麼 這個床可以這麼貴 剛剛上面也說馬尾毛是關鍵 床墊界的勞斯萊斯呢 我們今天就來品嘗一下 它到底貴在哪裡 是因為裡面有四大 你想不到的這個材質 為什麼呢 這個品牌是瑞典皇室御用 有五代傳承 將近一百七十多年呢 他們是堅持他們的技師 一針一線手工去打造 我們為什麼說勞斯萊斯 也就是手工 手工才是最珍貴的 而且它這個技師不多 那再來 這個裡面有精選馬尾毛 幹嘛用馬尾毛 躺在馬尾毛上面 馬尾毛什麼樣好處 馬尾毛去濕 有一些家庭裡面呢 一有濕氣你就會不舒服 所以要使用馬尾毛 那羊毛大家都知道保暖嘛 是不是 亞麻幹嘛呢 增加它的彈性 用松木 松木很昂貴 但是它可以讓這個床呢 非常的穩定 然後呢 要花三百二十個小時 也就是四個月到九個月的時間 你一張床墊 要將近一年的時間 你才睡得到 要訂的話 我要等一年才睡得到 這是值得的呀 那一定要是這個 這一張床墊最便宜一百多萬台幣 最貴的也要一千萬新台幣 甚至一千七百萬的新台幣 你要不要等 你要等 你知道嗎 我什麼時候割的 沒錯 大S直接打臉汪曉菲 因為汪曉菲呢 就三五十一直抱著說 我就要燒那個床 燒那個床 我燒 我就不讓你燒 為什麼呢 因為這張床墊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怎麼都沒有辦法燒 好 這個品牌自己 還做這個實驗影片 大家看一下 完全沒有辦法 還是怎麼樣來做實驗證明 打臉汪曉菲呢 主要是 這個床墊沒有辦法有燃點 我們都知道 因為有一些床墊 它本身很容易易燃 易燃的話其實很危險 那這個影片當中 就告訴大家說 有沒有 我們家裡 我們普通使用的床墊 因為它有易燃物 所以容易燒起來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 這個床墊界的勞斯萊斯 基本上它是不可能有這個燃點 你看那個拿噴槍一直燒它 它就是沒有起火 因為你沒有燃點 你就是再噴再多的這個油 或者是火 它就是燒不起來 所以汪曉菲 你花了一千萬 而且不只是一千萬 你不是說十張床墊嗎 為什麼完全燒不起來呢 我最後講一點 大家都在好奇說 難道大S不知道說 丟出去的床墊 就不是那一張床墊 我覺得大S就是要打領汪曉菲 各位你們知道嗎 汪曉菲對外的人設 就是一個勞斯勞斯的概念 對不對 有什麼亂講 好 那剛才大家講 可能汪曉菲對這張床墊的了解 不夠 連他不能燒都不知道 但我們現場有一位來賓 他對這張床墊很了解 那又是蔡總 蔡總 據說你躺過這張圈萬的床墊 對不對 其實這個床墊的這個墊 就在我們家的斜對面 因為幾年前 你說是潛在客戶 沒有 我買不起 前幾年的話朋友要買 我陪著他去 但是經過那麼多年以後發現 我每次走過這個墊都沒有客人 還可以撐那麼久 原來賣這麼貴 當然那一次我看的是三百萬 也很貴 我告訴你 我躺了一個感覺 你躺過 我沒有認識躺過那種 但是我躺過以後感覺 我自己 也許我比較遲鈍 我覺得跟十幾萬差不多 沒有什麼特別特殊的感覺 蔡總是因為你腰好 所以你帶身體比較好 因為我在想就是說 雙幣的車大概就賣三百萬 但汽車裡面非常複雜的科技 但是一個床墊哪有複雜的科技 可能用比較好的材質 竟然賣到雙幣的價錢 我自己覺得很貴 不過他還是證明他有客戶 是啦 的確是這個床墊的價值 可能只有高端的客戶才能夠了解 但我們回歸到昨天晚上又是一個 不讓人睡的夜晚 哇 汪曉飛的媽媽張蘭怒了幫兒子挺身而出 沒想到這個聲明看起來有一點點一笑大方 因為昨天下午大S他再度發聲明 就是第二次發聲明 他當中也講了一個關鍵的話 我們昨天也特別提到 也就是說他每個月收到那一百萬 是因為身心受創 那各位我問你 到底身心受創到什麼地步 需要每個月一百萬 其實這個價格很高了 那各位會認為說 該不會這就是證明了 汪曉飛其實是在婚內出軌嘛 大S沒有這麼說 但是你知道嗎 豬隊友就會替你把證據給找出來 這個豬隊友 頭號豬隊友 當然就是張蘭奶奶了 為什麼呢 張蘭在22號也發了聲明 那基本上他說了 他是替他的這個兒子發了一個聲明 那這裡面還是說對這個徐熙元女士 他有很多很多的這個說法 其中呢他就提到了最後一段 有沒有注意到最後一段意思是說 這樣子啦 能不能把你握有的有關汪曉飛 就是曉飛的一些不利的證據呢 你也要刪除 你刪除我方也會刪除 張蘭奶奶我是聽不懂你說什麼啦 但你這樣一說呢 大家就開始猜測 哦 難道大S手上握有什麼 不利汪曉飛的證據嗎 對啊 為什麼叫人家刪除 一定是這個證據是 對汪曉飛有傷害性的 但張蘭奶奶 我覺得你想的也太簡單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S跟汪曉飛生活了十年 汪曉飛怎麼對待他 讓他身心受創 他還需要證據嗎 是 其實過去呢 大S在結婚週年紀念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接近十週年了 他曾經說過 他覺得呢 做女明星真的很難 沒有錯 但是呢 做那個媽媽也很難 可是最難最難 其實做老婆 其實我就幫大S再加一句 還有 其實要做汪曉飛的老婆 比登天還難啊 到底什麼資格才能做 汪曉飛身邊的女人呢 你東嫌西嫌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有這段話就表示 其實他十年的婚姻當中呢 蠻委屈的 而這個委屈呢 他選擇不願意對外說 我認為呢 有一部分是為了他們的孩子著想 他都能顧念這個 為什麼汪曉飛不行呢 好 除了婚姻生活像坐牢以外呢 也有一個說法是 因為汪曉飛他有兒子女兒嘛 他非常非常疼愛女兒 可是為什麼 他的兒子的反應呢 卻很直接 他的小兒子呢 會經常有的時候啦 會說 就說 不希望爸爸回來台北 那爸爸就留在北京就好了 為什麼會這樣 那顯然這個爸爸呢 在對兒子這方面的照顧 其實是不周的 那說到汪曉飛這個人的性格呢 你知道過去其實大S曾經說過 他有三個小孩 他明明就有兩個啊 請問第三個小孩是誰 汪曉飛啊 這個人三不五時在報索 各位你們知道嗎 我認為他們婚姻會結束 不全然是因為張營營事件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汪曉飛三不五時會報索 你們都忘記了嗎 其實三不五時之前 汪曉飛有一個漢奸說 當時大S就曾經表明 我們要離婚 所謂漢奸說就是疫情期間 他不是抨擊我們嗎 他就講一些 我們台灣的疫情政策嗎 大S那時候就很生氣 他再也受不了 我覺得這種身心受傷 是讓大S不斷的 要去收這個爛探子 其實大S也曾在節目當中 就直接講 汪曉飛很媚皮 那我們來聽一下 他當時怎麼講的 我不是說你娶到我面臂好 是說你的評格可以變比較好 我一直都沒品的 我 我特勒於助人 我告訴我 我從小就 我沒有說你心力不善良 你心力善良 心力善良 但是你很沒品 怎麼說 我聽你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你冷靜不下來 你很容易暴怒 暴怒你就牽扯別人 讓你天天跟人那麼大 都穿進去好幾千人 每天你能安靜下來 我覺得我可以 因為我演戲 我在一個群里裡面 人也不少 我每天睡不到半個小時 他們叫我開工就開工 還不是一樣 沒想到大S很平靜 講那段話 其實處處字字句句都在抱怨 汪小飛脾氣很差 而且為什麼說沒品呢 其實過去也有一個故事是 汪小飛跟大S呢 他們曾經到韓國去旅遊 然後大家也知道 其實大S在生為小孩之後呢 就是比較不需要去減肥嘛 對不對 結果那個時候呢 他們在韓國旅遊 會開心地吃東西 享受美食 這個時候汪小飛就會暴怒 然後就會說的 她的老婆說 你別再吃了 你像豬一樣 拜託你好不好 她是你心愛的人 她是你的老婆 你說她像豬 你說她真的很沒品 但話說回來 汪小飛為什麼這麼沒品呢 那是遺傳這一個人 就是她的媽媽 上來 超沒品 昨天晚上這直播 我說實在我個人啦 我看了我全頭都硬啦 張蘭奶奶 你真的超沒品 你賣什麼都可以 但是你賣這三種東西 我就跟妳沒玩了 我都在那裡賣了什麼東西 來 要賣綠茶 綠茶代表是什麼呢 代表是性格 滷蛋代表是什麼呢 代表的是外型 軟飯代表是什麼 代表的是你現在生活的日常 這樣聽懂了嗎 我就不好再形容了 免得這三樣東西 都涉及到人身攻擊 綠茶 滷蛋 軟飯 然後端出來的時候 後面還有一個人 後面還有一個小女生說 啊 我現在要來吃軟飯了 我真的很想打你一巴掌 好 這是我個人負責 然後還沒完 張蘭奶奶竟然手還伸出來 然後在上面就畫了一個 我們說的紋身 就TATTOO 在那個手指上 這什麼意思啊 你有沒有覺得那畫面 你很熟悉呢 對啊 因為之前大S跟居俊葉 他們兩個人結婚之後呢 他們非常的甜蜜恩愛 所以他們秀出一張照片呢 是兩個人去秀了 這個手指頭的紋身 他們代表的是 把戒指釋在手上啦 我覺得很好啊 對啊 爛漫啦 為什麼要秀什麼 一顆啦 兩顆啦 三顆啦 那代表什麼呢 對不對 他們秀的是這個紋身 所以張蘭就故意 在那邊畫了半天的紋身 然後也在自己的這個脖子上畫 然後就一有所指的去羞辱別人 不好意思喔 你賣東西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做這些 你不覺得是豬隊友嗎 除了這個人是豬隊友 余政老師 雖然我喜歡看你的宮廷劇 但你也不能這樣 余政老師大家都知道嘛 這個宮廷劇的 這個主要的編劇跟兼職 然後他這一天就說 這個老太太賺錢也不容易啦 所以我看他在賣酸辣粉 挺辛苦的 那我就買了唄 有人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挺汪曉飛跟張蘭 是 那他的意思是說 我都買了酸辣粉啦 我用行動支持